默默爱旅行 那我住的东横应付是河口湖大桥 它散步到湖畔只要几分钟而已 所以我现在吃完早餐就打算走路去湖畔 然后随意散散步 就是周边有什么景点我就随意逛逛拍照 今天其实没有很明确的目标说 一定要玩到哪个点 看今天天气就是这么好 那像现在白天大概8到10度 可是其实我觉得不会特别冷 可能因为这边比较干燥的关系 那沿途有经过景点就可以逛一下 这也有这个面包超人的椅子 好可爱喔 而且它现在好像已经开门了 门口也有一个面包超人哟 哇那边也有 刚刚进去大概逛一下它就是卖各种宝石的饰品 那里面蛮多小东西都还蛮漂亮的 要送礼或者是自用应该都还蛮不错的 这里有河口湖周游巴士可以搭乘 但是我这次打算慢慢散步 所以今天可能没有要搭周游巴士了 这里就是三里宝石博物馆的正门口 还蛮漂亮的 然后里头还有咖啡厅跟小卖部 那进去的话大人门票要600块 我打算先四处晃晃再决定要不要逛 我从旅馆出来之后边走边闲晃大约七八分钟吧 我已经来到湖畔啰 这里就是刚刚的三里宝石博物馆 往前走几步而已 我现在走到大池公园了 这个是湖上女神像 这边就是大池公园啦 那今天也非常幸运富士山有露脸 这里是大池公园看到的富士山 这座就是河口湖大桥啦 我来到河口湖大桥上啦 那这里有一条人行道 所以人是可以上来走路的哦 我现在已经快要走到河口湖大桥的另一端了 那看一下从另一端看的富士山长这个样子 那特地走上来还是很值得的 这边看到的富士山超级清楚耶 我刚刚从河口湖大桥走下来 然后就会从这边出来 这边是步行者道路 如果要散步的人就是从这边这样沿着走 然后这边目前现在都没有人 所以我爱怎么拍就怎么拍 可以看到非常高清的富士山 那这边就是传说中的富士山 湖山亭无不压 它是富士山很热门的住宿 因为住在这边 一出门就可以看到这么清楚的富士山 但是住在这里其实贵贵的 所以我当然是没有住啦 没住没关系 可以来他门口拍照 做客家里几百分钟 放这个Teleslot 放这个osis 2個目標 1個目標 4個目標 1個目標 2個目標 HOTO是山林縣這邊的鄉土料理 就是他們的特產 然後它是這種粗粗的很像刀削麵的麵條 它吃起來很有口感 然後像我這樣子稍微放一下也不用怕它會軟掉 我四年前來河口湖這邊有吃過一次 然後就覺得有點想念 我想說今天的中餐要吃這個 結果我剛剛連續跑了三間HOTO的店 全部都大排長龍超級的根本就進不去 其實這一間也是蠻熱門的店 我剛剛進來也是蠻多人的 可能我走到這邊的時候已經下午一點半了 所以我就大概排了三組客人就進來了 那它上餐其實還是會稍微慢一點點 我剛剛大概等了15分鐘左右才上餐 但其實也還可以接受啦 那它這裡面還有很多像南瓜 蔬菜這一些 所以它的湯頭是有點甜的 店裡頭就有很香的蔬菜湯的味道 哈囉 哈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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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一鍋就蠻大鍋的我覺得是很夠吃 可是因為他們的米飯實在是太好吃了 再加上我覺得它的湯頭就是還蠻下飯 所以我就還是點了一碗飯 點了一碗飯來配它這個米飯粒粒分明的 看起來就很好吃 不動Hotel這裡也有一間店 外型跟剛剛那一間的不太一樣 那剛剛那一間是山洞造型我覺得比較特別 那剛剛那一間是山洞造型我覺得比較特別 它這個這裡有自動販賣機的船票 在這裡買好船票之後就在這邊排隊 那等一下就可以登船囉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刚搭的就是这一艘船 我用录影的方式跟他合照一下 我刚搭到的是最后一班船 我觉得还蛮幸运的 最后一班船是下午4点左右发的 那这个时间刚好可以看到黄昏的富士山 而且最后一班感觉人没有到那么挤 因为我四年前搭的那一次 是船的楼上楼下都挤满了人 所以稍微有一点点难拍 可是像刚刚大家都挤到二楼去了 然后一楼反而人少少的 就觉得拍的还蛮轻松的 而且今天天气好啊 黄昏的富士山真的很美 刚刚上船前他们的摄影师 会先帮我们在船前面拍一张纪念照 然后那张照片你如果要买的话 一张是1800日币 那我觉得就是看个人 如果你觉得不错想要留念的话 1800就把它花下去吧 那我觉得我刚刚那张看起来还好 而且其实我自己也拍了很多照片 所以我就没有买了 观光游览车沉船处这边走回我住的东横印 大概15分钟左右 那我就打算慢慢散步回去了 我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呢 全部都是用走路的 走最远就是去吃那个不动hotel 从不动hotel那里走过来 这边搭船大概走了20分钟左右 所以我今天到目前傍晚这个时间呢 已经走快两万步了 那完全没有搭环湖公车 唯一搭的交通工具就是刚刚的观光船 往这边继续走就可以回到我住的东横印 沿途有这个人行道还蛮好走的 可爱的环湖公车 那是因为我还蛮喜欢走路 我把走路当成运动之一 所以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 就像我这样子玩 如果不太爱走路的人 还是搭一下环湖公车好了 我走回山里宝石博物馆这边了 最后我还是没有去参观 不过夕阳下的山里宝石博物馆也蛮漂亮的 我拍一下给你们看看 现在还没5点 可是天色已经暗成这样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 还有追踪我的Facebook及IG 我是莫莫 咱们下回见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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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